皮笑人生 哈囉大家好我是Kiki 上禮拜呢有跟大家分享 被譽為Netflix首最好看的 《零副拼影集》 《紅衣騎兵的女主角人生介紹》 那這部劇有一些訪問故事 都在這禮拜陸陸續續的釋出了一些片段 所以今天我要繼續來幫大家整理 劇中的其他配角演員介紹 不過因為這部劇的角色非常的多 所以我今天要介紹的幾個演員呢 都是算劇中戲份比較重一點的角色這樣 那老樣子在我開始介紹之前 要麻煩大家先按一下右下角的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更多精彩影片囉 上一集跟大家分享了女主角 Anna Taylor-Joy的一些人生經驗和作品 包括她學生時期被霸凌 被心態挖掘時的情況 以及她第一次試鏡的故事等等 還沒有看過第一集的朋友 可以先到右上角看看女主角的演員介紹哦 那今天要來介紹的第一位 就是我們的男二角 Thomas Brody-Sainster 劇中原Thomas Brody-Sainster 是演的Benny Watts 除了是美國西洋棋冠軍之外 更是一路上幫助Beth Harman 精進其役的重要角色 雖然後裔氣兵的感情線不皺 但Benny也算是少數 Beth能夠輕土心生的朋友 不過當我看見Thomas出現在後裔氣兵時 簡直喜出望外 因為我就是從小看她作品長大的啊 Thomas Brody-Sainster 1990年出生於英國倫敦 同心出生的Thomas 幾乎可以說是出生在演藝世家 他的爸爸是個音樂人和電影編輯 曾經參與過施主王的製作 而演員修格蘭更是Thomas的遠方表情 所以在Thomas11歲的時候 就出演了他的第一部電視劇 火車站的吉米 2003年 冰著電影《愛是您愛是我》 與蓮恩寧序休格蘭等演員合作 轟遍全美與歐洲 2005年出演的電影《魔法保姆麥克菲》 飾演帶頭反抗保姆的長子Simon 我想90年代出生的朋友 應該都和我一樣 是魔法保姆麥克菲的超級粉絲吧 幾乎每年都有代表作的Thomas 不但替菲哥與小弗配音 還在2009年的電影《搖滾天空》 約翰藍農少年時代中 出演年輕時的保羅·麥卡尼 當時他為了角色需求 還特地去學怎麼用左手彈吉他呢 物質如此 之後他出演的《冰與火之歌》《全力遊戲》 電影《移動迷宮》三部曲 甚至是客串的電影《Star Wars》《原力覺醒》 都是紅遍全球的影視作品哦 不過看似演藝事業總是一帆風順的Thomas 即使30歲還是深受童顏困擾 他甚至在節目中說過 某是他在加拿大的酒吧時 因為護照被收走想要買一杯啤酒 店員卻說無法確認他是否成年 情急之下 Thomas只好在IMBD上 搜尋自己給服務員看 沒想到服務員只是笑著請他簽名 卻仍然不願意賣一杯啤酒給他 大家覺得在後一氣瓶中 Thomas的早上有擺脫童顏困擾了嗎? 第二位就是我們的共同男配角 Henry Beltick 由演員Henry Mellin所示 劇中他身眼的Henry 是自負的Kentucky州西洋棋冠軍 第一次對戰Beth的時候 還過分輕敵故意遲到 就慘遭Beth修理 但有看到後半段劇情的朋友 都應該知道 他同時也是協助Beth 重返冠軍之路的重要推手 不過說到演員Henry Mellin 大家有發現他就是 哈利波特的達利表哥嗎? Henry Edward Mellin 出生於1989年的倫敦 就讀英國最早的戲劇學校 倫敦音樂與戲劇藝術學院 2001年Henry的出道作 便是家喻戶曉的傳奇電影 哈利波特 當年他以欺負哈利波特的達利表哥 文明全世界 並參與了哈利波特5集的製作 之後的10年他不甘願被定型 所以不斷的在電視劇與劇場發展 更出演過影集少年魔法師梅林 劇場經典代表作 勇氣媽媽等十余部作品 才讓觀眾發現 瘦了一大圈的Henry 早已擺脫當年哈利波特的肥表哥 此外 上一集有跟大家提到 女主角Taylor Joy 8歲才開始學習英文 當時的她就是靠著哈利波特學習英文 也成為了哈利波特的鐵粉 所以聽說Taylor Joy 知道Henry Mellin 要出演後裔器兵時 居然和自己有對手戲 甚至闖戲 簡直開心到瘋了 而Taylor Joy在片場第一次見到Henry的時候 據說Henry甚至還花了不少時間 才安撫好這個小粉絲激動的心靈 再來就是劇中飾演Beth養母 Alma Whitney的女演員Maria Heller 雖然劇中 Alma和丈夫收養了在孤兒院的Beth 但冷漠的丈夫 一心只希望Beth能夠代替自己 成為Alma的生活重心 在發現Beth的西洋棋天賦後 Alma既是她的養母 經紀人之外 也同時是Beth 在西洋棋之路的執行好友 其實是Alma的演員Maria Heller 在美國也是會 頗具知名度的編劇及導演 Maria Heller 1979年出生 曾經在加勒弗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 以及倫敦的皇家戲劇 藝術學院學習戲劇 2001年到2014年間 Maria Heller大多以演員的身份 活躍在電視劇與電影之間 2015年她自編自導的電影 《女孩愛愛日記》獲得了 獨立精神獎的最佳首部長片 也是當年美國最暢銷的少女成長電影 2019年由她指導的電影 直音時間 A Beautiful Day in a Neighborhood 除了讓湯姆哈克斯再次獲得奧斯卡提名 更讓大眾看到Maria Heller的導演功力 還記得今年2月的奧斯卡獎嗎? 因為提名的最佳導演 親一色都是男性導演 演員娜塔利波曼因為感動不平 便把多位據奧斯卡導演水平的女導演名字 繡在她的禮服上 而其中一位就是Maria Heller 其實當後翼器兵的導演Scott找她演出時 Maria Heller則圈乏靈感 於是她變演員的身份 記下來這部電視劇 看看自己是否能就此激發靈感 我自己還蠻喜歡歐瑪這個角色 雖然一開始的劇情發展 還以為歐瑪是那種 利用小孩賺錢的壞養母 甚至影響Bev酗酒成飲 等到後來 除了一路陪伴Bev征戰各種賽事之外 也是歐瑪提點了Bev生命中 不應該只有西洋棋而已 大家對歐瑪這個角色 又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最後一位 就是在後翼器兵中 稱霸全球 讓Bev Harman 心心念念的宿敵 Borghoff 由男星Marcin Dorsinsky所示 劇中Marcin Dorsinsky 飾演的Borghoff 除了是蘇聯的西洋棋世界冠軍 更是Bev從一開始就設立的目標 不過大家知道嗎? 飾演Borghoff的演員 戲外其實是波蘭人喔 Marcin Dorsinsky 出生於波蘭華山的一個貧困家庭 他的家庭成員也相當單純 爸爸是一名鐵匠 媽媽是家庭主婦 而他的三個兄弟都是警察 不過Dorsinsky小時候的夢想 就是立志成為一名職業足球員 卻在一次意外中嚴重受傷 讓他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夢想 後來雖然Dorsinsky在職業學校中 獲得了機械師證照 但他的歷史老師注意到Dorsinsky的表演才華 並鼓勵他成為一名演員 於是在1993年Dorsinsky 考進波蘭華山戲劇學院 開始了他的演員之路 雖然Dorsinsky進入學校第二年 就出演了法國的電視劇西德 但1997年從學校畢業之後 他找不到任何演藝相關的工作 所以Dorsinsky曾經在夜店當服務員 保鏢還做了其他各種打雜的工作 還好之後他在華山的戲劇劇院獲得職位 2000年後Dorsinsky也在影視圈獲得不少的讚譽 不但在眾多頒獎典禮中 融獲最佳波蘭男演員獎 甚至被公认為波蘭最有才華和最送尊敬的演員之一 直到現在他也仍然在劇場工作 順帶一提 雖然《后裔期兵》的Beth和劇情都是虛構的故事 但劇中的每一場棋賽 都是由世界知名的西洋級大師監督指導 所以原本導演希望最後一場Borghoff的角色 能夠由大師親自出演 不過大師還是婉拒了邀約 所以我們才有機會看到Marsine Dorsinsky的精彩演出喔 認識這麼多演員之後 有沒有覺得《后裔期兵》的爆紅 其實根本就不是意外啊 不過因為這部劇是在講西洋棋的故事嘛 所以上禮拜發片之後呢 就有不少人問我 如果不會玩西洋棋 是不是就對這部劇沒有興趣 不過呢 像我 完全不懂西洋棋 而且甚至連女子叫Taylor Joy 還有Mary Heart Henry Henry 在接到這部戲之前 都是完全不會西洋棋的 所以大家是不用擔心的啦 那我今天的整理就大概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記得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 Instagram Beaks Podcast 我們下次見 掰掰